冷战十五天后,王瞳终于忍不住了,他猛的一拽,把妻子李叔压在了身下,他没想到妻子和他同事调换了身份,被窝里的这个女人,分明是妻子的同事,叮咚声不断响起,王瞳一口白烟吐在手机屏幕上,烟雾散尽后,父母发来的信息站满了屏幕,孩子,离婚, 几乎是这一年来他跟父母唯一的话题,他跟李叔结婚五年了,感情一直很好,但没有孩子,原本他以为是自己的问题,所以私下去医院查过,但他各方面都没有问题,所以这问题就出在了李叔身上。 他知道,李叔因为孩子的事情,压力也一直很大,所以他只是偶尔旁敲侧击,又提出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,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,随着时间的推移,父母的抱怨与催促也越发严重,此刻已经到了不得不二选一的地步,王瞳爱李叔, 但他也一直期盼能有个自己的孩子,今天必须得做出决定了,一推开门,就闻到了饭菜箱,李叔正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,狗子满脸兴奋围着他转圈,肥猫躺在沙发上翻了个身,在他坐下后,敷衍地瞄了一声,一切都是如此美好。 如果能再有个小团子喊他爸爸的话,吃完饭后,王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李叔则枕着他的大腿,举着手机在自拍,他攥着遥控器,不停在换台,心里也盘算着该如何开口,酥酥,我们,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李叔打断,他笑颜如花搂着他的脖子,笑道,老公看镜头。 王瞳一扭头,就看见手机屏幕上两人的脸互换了,他的五官换到了李叔脸上,李叔的则换到了他脸上,李叔的五官与他的脸和发型竟然莫名相配,可他的五官放在李叔脸上就有些滑稽了。 李叔靠在他肩膀上咯咯直笑,王瞳虽然笑不出来,但还是努力挤出一丝笑容,配合问道,这又是个什么搞笑软件? 这叫换脸神器,不仅可以咱俩换脸,还能跟明星换脸,你看我的五官放在热巴脸上是不是也很漂亮? 李叔炫耀般向他展示那些换脸的照片,确实很漂亮,但王瞳此时却并没有精力跟他去谈论这个,酥酥,我们去医院看看吧。 王瞳说出这话后,李叔的笑容瞬间凝固在嘴角,他迟疑开口问道,你生病了吗? 不是,王瞳顿了一下,深吸一口气后继续道,我爸妈想抱孙子了。 巴搭一下,手机掉在了地上,李叔回过神来立马去捡,同时道,我先去洗碗。 王瞳低头拉住了他的手腕,不急,我们先把去医院的时间定下来。 这段时间公司都很忙,我抽不出空来。 那我等你忙完了再去,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忙完。 没事,我们有的是时间。 王瞳说完这句话,两人都不约而同沉默起来,李叔背对晒塌,肩膀微微颤抖, 要是检查结果是我不能怀,你打算怎么办? 这个问题,他曾在心里问过自己无数次,可真当心爱之人问出来时,他沉默了。 他不知道,一边是父母的期盼与家族的延续。 一边是他曾发誓要共度一声细心呵护的女孩,他选不出来,但好像又到了不得不选的地步, 王瞳的沉默使得李叔忐忑的心越发沉重,眼泪不断地从眼角滑落打在地板上, 指甲也不知不觉掐进了肉里,犹豫挣扎间,他还是问出了这句话, 如果我不能生,你会跟我离婚吗? 大约过了五分钟,王瞳才缓缓答道,我不知道。 这四个字犹如四根钢针,狠狠定在了李叔心脏上, 他咬紧牙关,擦掉了脸上的泪痕, 咬着嗓子回道,我知道了,等忙完我会告诉你的。 从这一天起,他们俩的冷战就开始了, 李叔每天早出晚归,天天加班到半夜,周末也是一样, 就睡觉的那几个小时,两人还都背着,对无言入睡,没有任何交流。 他们结婚五年,连脸红半嘴都很少有, 更不要说这种程度的冷战, 看着以前那个活力满满,古灵精怪的李叔, 变成如今这样死气沉沉,没有一丝笑容, 王瞳很心疼也难受,他知道李叔很好哄, 一个亲亲抱抱就能哄好, 可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, 他也不知道哄好后,这是又会往什么方向发展, 身体检查室势在必行。 他逃避了这么久,不可能再逃下去, 所以他忍了下来,没去哄他, 但这冷战一个星期以来, 他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, 以前一下班,李叔就会像个小麻雀, 在他耳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,抱怨上司, 八卦同事,撒娇作妖, 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, 都要一件件说给他听, 王瞳不觉得烦,反而乐在其中, 他喜欢给这个迷糊的小笨蛋排有解难, 他觉得李叔八卦的样子特别可爱, 他撒娇或者耍小脾气的时候, 脸蛋气鼓鼓地像知楚时的小仓鼠, 每天听不到他的声音, 王瞳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 浑身不自在, 幸好这是刘晴晴派上的用场。 刘晴晴是经理助理, 也是李叔的同事, 跟他同一个部门, 他们之前公司聚餐上见过一面, 后来玩红包接龙的时候, 凑在了一个微信群, 在后来, 刘晴晴在某一天, 以一个很正经的理由, 加了他的好友, 说是公司有个很重要的客户需要李叔接待, 但联系不上, 他就只能加他好友问问, 这个理由无法拒绝, 但加上后王瞳还是第一时间跟老婆抱贝了, 但自那时起, 刘晴晴每日的早安问候就没断过, 刚开始, 王瞳还出于礼貌回几句, 后来意识到刘晴晴那点小酒酒后, 他就直接无视了他的消息, 但也没有删除或者警告, 毕竟他听李叔八卦过刘晴晴跟经理的关系, 不清不楚的, 他怕把人得罪后, 李叔会被穿小鞋, 所以就忍了下来, 但他没想到, 竟然还有能用得上他的时候, 在收到今天例行早安后, 王瞳斟酌着回了句, 今天下雨了, 几秒钟后, 立马收到了刘晴晴的消息, 对啊, 我出门就忘带伞了, 下班怕是要淋雨回去了, 王瞳看了一眼门边挂着的两把雨伞, 无奈摇头, 这丫头还真是出门从来不带伞, 于是他默默给刘晴晴发了个红包, 同时嘱咐道, 下班后记得买把伞, 别淋湿了, 哦, 对了, 我老婆也忘记带伞了, 麻烦你也顺便帮她买一把, 好, 谢谢你的关心, 得到她肯定的回复后, 王瞳才松了一口气, 可屏幕刚黑又收到了刘晴晴的信息, 真羡慕苏苏, 有你这么好的老公, 我以后找的男朋友, 要是能赶上你一半我就满足了, 老实说, 王瞳看到这句话, 心里是很舒服的, 但他不傻, 他当然知道这句话藏的前台词, 要不是为了从他这里得知李叔的情况, 这种女人, 她是避之不及的, 冷战的这段时间, 她对李叔近况的了解, 都是从刘晴晴那里得到的, 原本这样的日子, 她是可以忍受的, 可就在他们冷战的第15天早上, 她没有收到刘晴晴的消息, 而那天李叔上班的时间比以往都早, 而且没有跟他打招呼, 虽然是冷战, 但每天早上离家和晚上回家, 李叔都还是会跟他说一声的, 我出门了, 我回来了, 可这一天他醒来的时候, 身旁就已经空了, 枕头冰冷, 没有余温, 他甚至都不知道李叔是什么时候起床的, 同样奇怪的还有, 刘晴晴今天竟然没有跟他说早安, 这是他加上他微信一来, 第一次没有说早安, 王瞳心脏莫名跳得厉害, 他盯着手机, 等了半个小时, 刘晴晴依旧没有发消息过来, 没办法, 他只能在列表里找到他的好友, 打上一段字后, 犹豫片刻, 终于发了出去, 但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, 您不在对方的好友列表中, 刘晴晴竟然删掉了他, 王瞳第一反应是, 觉得李叔可能误会了什么, 又或者是刘晴晴添油加醋, 跟他说了什么, 一想到他今早的异常, 王瞳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, 立马拨通了李叔的电话, 可电话嘟了三声后, 被挂断了, 再打就打不通了, 李叔的反应越发证实了他心中猜测, 在所有联系方式都没得到李叔的回应后, 他选择了打电话给刘晴晴, 对不起, 您的拨打的用户是空号, 昨天还能打通的电话, 今天竟然就成了空号, 简直不可思议, 联系不上李叔, 刘晴晴也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, 得不到任何李叔消息的王瞳有些抓狂, 他批了件外套, 连假都没来得及请, 就匆匆赶往了李叔公司, 前台认识他, 告知他李叔出去谈合同了, 得中午那样才会回来, 王瞳谢过前台后, 便坐在了李叔办公室等他, 等人期间无聊, 他顺便打听了下刘晴晴, 刘晴晴, 他今天没来上班, 而且还没请假, 经理联系不上他, 正在办公室发火呢, 听到这话, 王瞳皱起眉头摸了摸下巴, 心中满是疑惑, 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, 李叔终于踏进了办公室, 推门进来, 看到王瞳的那一刻, 他眼睛瞬间瞪大, 往后退了半步, 手还放在门把手上没有移开, 你怎么来了? 李叔声音嘶哑, 还带着浓浓的鼻音, 跟以往清脆悦耳的声音完全不同, 你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? 李叔眼神闪烁, 下意识摸了下脖子, 轻咳了几声, 哦, 前天感冒了。 王瞳立马脱下外套, 披在了他身上, 手背贴在他腹额头上, 试了下体温。 感冒了, 为什么不告诉我?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 不用。 我已经看过医生了, 医生说, 就是着凉了, 吃几天药, 应该就会好。 王瞳正正看了他几秒, 李叔不自在地低下了头, 脸颊微微泛红, 今天先不要上班了, 回去休息下, 我给你煮碗红糖浆茶。 这次不等李叔回答, 王瞳直接拉着他走出了办公室, 家里, 王瞳煮好红糖浆茶端进卧室, 坐在床边用勺子一口一口为他喝, 李叔从屎指中都低着头, 睫毛微颤, 对不起。 王瞳淡淡开口, 李叔抬头看着他, 眼神迷茫, 面无表情, 没有回答, 沉默了一会儿, 王瞳深吸一口气, 继续说道, 你上次问我, 如果你不能生育, 我会不会跟你离婚, 我想了很久, 如果你真的不能生, 那我就陪你去治, 现在医疗技术那么发达, 总能治好的。 李叔抓紧了备单, 低头想了骗口, 那如果治不好呢? 你为什么这么悲观呢? 我们先去医院检查, 看看医生怎么说好吗? 不, 我不想去医院。 为什么? 你之前不是已经答应过我, 愿意跟我一起去医院检查吗? 王瞳不明白李叔怎么突然变卦, 而且一下子变得很抵质, 他还想问些什么, 可李叔已经用被子蒙住头, 翻身背对他, 显然是不想再继续聊下去, 晚上, 上床睡觉的时候, 王瞳刚伸手, 想探探他的额头, 试试体温, 可没想到他的手还没碰到他, 李叔就像只受了惊吓的小鹿往后一躲, 下意试拿被子挡在胸前, 王瞳的手悬在半空中很是僵硬, 脸色也瞬间沉了下去, 男人的战友欲语怀疑在这一刻被点燃, 他猛的一拽, 把李叔压在了身下, 语气温怒, 你很不想我碰你。 李叔脸胀的通红, 急忙解释道, 没有, 我不是, 不是。 好, 那我继续了。 话音未落, 王瞳的手就从睡裙下探进, 顺着膝腰一路上滑, 等一下。 李叔一把按住他游走的大手, 咽了一口口水, 才继续说道, 我突然肚子不太舒服, 我要先去上个厕所。 说完一溜烟钻进了厕所, 只剩下神色复杂的王瞳, 独自一人留在床上, 点了根烟。 半个小时后, 李叔捏手捏脚从卫生间出来, 小心翼翼钻进被窝, 期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, 安静地像个贼。 王瞳背对是他闭上眼睛, 没有说话, 但他整个晚上他都没有睡着, 各种怀疑不解充斥着大脑, 李叔最近的种种行为太反常了, 男人的第六感告诉他, 李叔一定有事瞒着他, 并且极大可能是外面有人了, 当猜忌的种子萌发, 就会以暴力与争吵为养分, 不断成长。 他俩假和平的表象, 在那天晚上被彻底打破, 晚上李叔去洗澡了, 王瞳躺着无聊想点根烟, 却怎么都没找到打火机, 于是在他翻箱倒柜找打火机的时候, 在李叔枕头下的床垫底下翻到了一个手机。 李叔的手机这些天从来没有离过身, 就算是洗澡他都会带进浴室, 那这个他从没见过的手机是谁的, 就在王瞳紧紧攥着手机脑海中浮响连篇的时候。 李叔从浴室出来了, 你干嘛犯我东西? 他尖叫着扑上来想抢手机, 被王瞳直接反手掐住脖子压在了床上, 虽然他此刻无比愤怒, 但手上的力度还是控制得很好, 你为什么会有两个手机? 李叔瞪着杏仁眼, 满脸慌张, 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? 王瞳不可遏制怒吼道, 是同事要换新手机, 想把旧的那个低价处理掉, 我看手机没坏还能用就买了下来, 也许带回去给爸妈用也可以, 李叔说到后面声音越来越小。 王瞳冷笑一声, 显然不是很相信这个说法, 买给爸妈用的手机你藏那么深干嘛? 怎么, 怕被我找到? 还是说手机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? 王瞳说着就开始是密码, 可是了四次都显示密码错误, 他的生日, 李叔的生日, 结婚纪念日, 他用了五年的密码, 统统都不对。 王瞳能清楚感受到自己的耐心在一点点流逝, 王瞳你听我解释, 这就是别人不要的旧手机, 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, 什么都没有你就打开, 我, 你, 你这样做, 就是不相信我。 对, 我就是不相信你。 王瞳吼完, 直接强行抓住他的拇指, 放在了哄件上, 手机微微震动一下, 随即成功解锁, 李叔哭着喊着要他把手机还回来, 但王瞳充耳不闻, 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手机上, 他仔细翻找着通讯录, 短信, 邮箱等一切存在的软件, 可什么都没有找到, 这个手机除了自带的软件, 就只剩下一个类似于美图的拍照软件, 其他什么都没有, 干净的像是刚重置过一样, 你都删干净了对不对? 没有, 没有, 本来就什么都没有, 我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。 好, 那你把你手机给我, 你要干嘛? 给我! 王瞳的表情渐渐失控, 变得有些猙獰起来, 手上的动作也很利起来, 尽管李叔拼命挣扎反抗, 但最后还是被王瞳抢到了手机, 他依旧是直接按住他的拇指解锁, 随后迅速查看了里面的各种软件, 可奇怪是, 这个手机里也一切正常,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, 两个手机都翻完了, 什么都没有发现, 王瞳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, 不可能, 可他这些天明明就很反常, 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, 王瞳, 我们完了, 李叔说完, 抱着被子睡在了客房, 只剩下王瞳一个人, 面对满屋狼藉沉默许久, 这晚, 王瞳一夜没合眼, 第二天一早, 客厅里就传来嘻嘻索索的声音, 好像是李叔起床了, 他贴在门边听了一会儿, 当听到关门声后, 立马开门出去, 果然, 客厅里没人了, 可现在凌晨六点, 距离上班时间还差两个小时, 他这么早出去, 到底是要干嘛, 于是王瞳满心怀疑跟了出去, 一路上公交地铁转了好几站, 终于见他出了地铁站, 紧接着拦了个滴士, 往郊区方向驶去, 师傅, 跟上那俩车, 半个小时后, 车子停在了一个老旧宾馆前, 李叔下车走了前去, 这一刻, 王瞳只感觉怒火中烧, 来宾馆不是跟情人私会是干嘛, 王瞳跟着来到前台报了李叔的名字, 跟身份证号码后, 得知他在这里开了个房间, 而且已经开了半个月了, 半个月, 王瞳仔细一算, 李叔不正是半个月前变得反常的吗? 他立马开了个房间, 正开在他隔壁, 王瞳待在宾馆的房间里, 坐立不安, 脑子里想的全是李叔跟别的男人出轨的画面, 他们在一起这么久, 他从没想过李叔有天会出轨, 他恨不得现在就去破门进去, 当场捉奸, 可他又突然很害怕看到那个画面, 毕竟他是爱他的, 如果看到自己心爱的老婆被别的男人压在身下, 他杀人的心都有了, 可忍了又忍, 最终王瞳还是没忍住, 敲响了隔壁的门, 一直敲打了两分钟, 门才缓缓拉开了一条小缝, 李叔的半张脸露了出来, 在看到来人是王瞳后, 他眼睛一下瞪得老圆, 慌忙间就要关门, 却被王瞳用脚抵住了, 我人都来了,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, 王瞳不顾阻拦强行闯入, 可当他看经面前的景象后, 惊呆了, 没有男人, 没有奸情, 有的只是一个被五花大绑在卫生间的女人, 而且那个女人他认识是刘晴晴, 他披头散发, 靠在马桶边, 嘴里被塞着一块布, 旁边的浴缸里装满了水, 你为什么要绑他? 王瞳问出这句话时, 李叔眼神躲躲闪闪, 不敢看他, 前台说你半个月前就开了房间, 所以你已经绑了他半个月了, 你到底想干嘛? 可不管王瞳怎么问怎么说, 李叔一个字都没回答, 他一言不发, 蜷缩在沙发上, 把脸藏进了长发里, 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, 你要是再不说我就把人放了。 王瞳说完就准备伸手解开刘晴晴身上的绳子, 可这时候李叔突然疯了一般, 冲过来抓住他的手大喊道, 不行, 他不能放。 为什么? 好, 不放人可以, 你总得给我一个解释吧。 他想勾引你, 被我发现了。 然后, 我要杀了他。 当王瞳从他嘴里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, 他着实被吓得心脏一紧, 因为吃醋就要杀人这事, 不太可能发生在李叔身上, 他以前可是个连鱼都不敢杀, 可现在,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? 王瞳伸手, 把他搂进了怀里, 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, 温柔安慰道, 老婆, 不管发生什么事, 你都要告诉我, 千万不能做傻事。 李叔没说话, 只是紧紧抱着他, 但王瞳还是感受到了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, 于是他继续寻寻善又问道, 你生病了吗? 能让一个人的性格在短短时间内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, 除了抑郁症或者其他心理疾病, 他想不出还有哪些原因, 没有, 我没病, 那是他对你做了什么过分的事? 没有没有, 什么都没有, 你别再问了。 李叔猛地抬起头, 眼神很辣, 像是一条土信的毒蛇, 看得他心底发凉, 阿童你是爱我的对吧? 那你帮帮我好不好? 他必须要死, 他不死的话我就会死。 此时李叔像个疯子一样神神叨叨, 王童试图让他冷静下来, 但不管说什么都没用, 他嘴里一直重复着要杀了刘晴晴, 好, 你不帮我我自己动手。 李叔吼完, 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就朝他刺去, 王童眼急手快拦住了他, 吴可奈何吼道, 杀人是犯法的, 你杀了他你也跑不了。 不, 不不, 杀了他我也不会有事的, 他的底细我都摸清楚了, 孤儿, 没有兄弟姐妹, 公司那边半个月前我就以矿工为由给他辞退了, 还用他的手机给所有同事朋友发了消息, 说他最近要出国, 以后就不回来了, 对了, 他租的房子我也帮他退掉了, 所以他消失了也没人会发现的, 李叔说着突然拉着他走到卫生间, 他指着浴缸一字一顿说道, 这里面不是水, 是硫酸, 等他断气了我们就把他放进去, 这样尸体也就完美解决了, 没有人会发现的。 王童听完这番话, 眼神表情无比复杂, 他难以把眼前的人跟记忆中的李叔联系起来, 老公, 你会帮我的吧? 可当他李叔眼泪汪汪求他的时候, 王童又鬼使神差地接过了他递来的刀, 一步一步朝刘晴晴走去, 可就当刀尖距离他胸口只差五公分的时候, 刘晴晴突然睁眼了, 那个眼神他忘不了, 跟记忆中的画面迅速重合起来。 王童心中生出一个恐怖的想法, 李叔开花了吗? 王童冷不丁冒出这样一句, 啊, 李叔没反应过来, 却听到他又重复了一遍黎叔几月份开花。 李叔努力回想了一下, 随即茫然摇头, 我不记得了。 话音未落, 王童突然起身冲到他面前, 拿到抵着他的胸口, 一字一顿问道, 你不是李叔, 你是谁? 李叔顿时脸色大变, 艰难扯出一个笑来, 老公你在说什么呀, 我听不懂。 李叔开花了吗? 是我跟李叔之间的小乐趣, 因为李叔同音李叔, 所以我问李叔开花了吗? 李叔的意思是你爱我吗? 以前他的回答都是我爱你, 可你刚刚说的是不记得了。 哦, 我知道, 我刚刚就是突然被你问蒙了。 别装了, 他身上什么地方有几颗痣我都知道, 而你换衣服都不敢当我面换, 不就是怕被我看出问题来吗? 见彻底瞒不住后, 李叔也懒得再装下去, 索性摊牌道, 对, 我不是李叔, 我是刘晴晴。 虽然有猜测过会是这个结果, 但当他亲口说出来后, 王瞳还是震惊了, 这张脸确确实实是李叔的脸, 没有一点整容痕迹,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? 王瞳边问边抱起了地上的李叔, 小心翼翼把他放在沙发上, 迅速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, 王瞳, 我喜欢你, 你不会不知道吧? 我费尽心机做了这么多,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, 为什么你要在这时候打断我的梦? 我不管是为了什么, 我要你立马把你跟李叔的脸换过来。 刘晴晴突然大笑起来, 掏出一个手机举在他面前说道, 这个手机认识吧, 你那天在床垫下找到的, 这其实就是我的手机, 里面不是有个软件叫换脸神器吗? 我就是用这个软件跟他换脸的。 说到换脸神器, 王瞳想起来李叔手机里似乎也有一个, 我让你和他换回来。 不不不, 换不回来了, 这个软件的规则就是美人只能换一次脸, 所以李叔就算不死, 他以后也只能顶着这样一张脸过一辈子, 你能接受这样一个长相一般, 没有工作还生不了孩子的哑女吗? 听到这话, 王瞳手中的所有动作都停了下来, 他低下头没有说话, 脖子上的青筋隐约抱起, 哑女, 你把他弄哑了? 看到他这个反应, 刘晴晴趁胜追击, 继续说道, 对, 可我不一样, 我年轻漂亮, 有一张你喜欢的脸, 工作我也是接手了他的职位, 混得风生水起, 最重要的是, 我能给你生孩子, 你跟我一起只有力没有害, 沉默, 许久的沉默, 房间里几乎只能听到三人浅浅的呼吸声, 这一刻, 王瞳的脑子里闪过许多东西, 父母催生的样子, 亲戚朋友的议论, 还有, 当他每次看见别人的孩子时, 心底涌起的那股羡慕与无奈, 如果他选择是刘晴晴, 困扰他这几年的烦恼都会瞬间消失, 可如果选择了李叔, 那他该怎么面对李叔的父母, 他该怎么解是他身上发生的事情, 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换脸神器的秘密,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, 这些他都不得而知, 所以, 这是个很简单的选择题, 王瞳接过刘晴晴手上的刀, 闭上眼睛朝沙发上的人刺去, 妈妈妈妈妈, 今天老师教我们画画, 我画一张全家符。 小男孩举着手里的画在女人面前摇晃, 女人伸手接过画, 低头看了起来, 几秒钟后, 眼泪滴在了画纸上, 男孩不解地看向爸爸, 问道, 爸爸, 妈妈怎么哭了? 因为妈妈觉得你画得太好了, 开心地哭了。 男人适时给他递上一张纸巾, 把他搂在怀中轻声安慰道, 你要是实在介意, 我找个时间带你去医院修复。 女人不说话, 只是摇头, 男人蹲下身去, 小心翼翼替他摘下了口罩, 一道争鸣的疤痕像蜈蚣一样附在女人下巴上方, 这是整容失败留下的疤。 他用指腹轻轻抹扎着疤痕, 柔声说道, 别怕,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